小瓶姐他说吃半天就要 好 这是带他们来吃点这个东北菜 面后个干活那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客户 小瓶姐他们老家就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华人 辣椒茄子 茄子土豆 还有鲜椒 叫第三鲜 第三鲜 第三鲜对 小瓶姐他说没吃过 老人带你们尝尝这个东北菜 这就是锅包肉 第一次吃 第一次去尝尝吗 没吃过 我告诉你 这东北最有名的一道菜 哈哈哈 锅包肉 就是广东的那个叫啥菜呢 也是 咕噜有 古老肉 哦 古老肉啊 对吧 嗯 古老肉 嗯 差不多对 对啊 也是这样双天双天 我们这边 但是没有那么大个小一点 吃的怎么样 可以 可以 能吃的 能吃过来 就是带两个姐姐吃点东北菜 我说吃点就是正中东北菜 我们小时候就是一样孩子小时候 有时候感冒了发烧了 或者是烤试烤好了 给点奖励 有人说哎 带你去吃锅包肉吧 就这样 油腻大 油大 哈哈哈 我们往回走了 对 往回走了 回回就要回去了 哈哈哈 多粗多转 我们两姐妹一跟他比 爱严的就走 没发表 小平姐他们姐俩今天下午会嗨口了 完了这不落去科了吗 他们家的祖先也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完这一说起来猴哥是昨天干活 那个客户也是马来西亚的 我就想起来啊 这原来我们在东北时候好像说起马来西亚呀 东南亚那边好像可遥远的事了 是的 完了这一到多伦多以后呢 这猴哥干活客户有不少人都是东南亚那边的 就马来西亚的华人 我那年也是我们就是 那就是那年猴哥受伤回来疗养时候 我们不是住在这个塞亚一个姐姐家吗 我我俩就跟着旅行团 上那个兴隆度假区去旅游玩去 往这一路上那个导游去讲 海南那个兴隆那一片那个橡胶园 那些橡胶树原来的种子都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华人 就是在解放建国初期周农里好像号召就是 动员那些海外华人回来建设祖国 那些华人带回来的种子 当时啊他们除那个国家的时候 往国外带种子往中国带都不允许的 那些华人都是为了就是报效祖国似的 都把腿肚子尬开了 那个肉啊 把那个橡胶种子放在那个肉里边 完了这缝上 这一路说是在东南亚回国来坐船 好像经过挺多天的 在海上风浪也大 然后天气炎热 有的就是感染那些那个病了 还有不少死的说在这 反正就是那段讲的挺悲壮的那段故事 我这今天我就想起来了 我这好刚才这个视频有点短 我就补充几句吧 反正就挺感慨的吧 我今天这个小天姐也讲了 说当时当年他们那些祖先啥的 去到南洋出南洋去 然后后来回来建设新中国什么的 也确实真是爱国爱家乡那种 好了 今天就先说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